一曲《龙的船人》唱出了东方巨龙的心愿 一曲《龙的船人》唱出了《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一曲《龙的船人》让我们新潮澎湃激情飞扬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饭店新阁大宴会厅 今天备受海内外观众瞩目的《龙的船人》大型电视选拔活动启动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自去年12月30号消息公布之后 这一活动受到了全球华人和海内外影视界的广泛关注 没错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 今天《龙的船人》大型电视选拔活动正式启动了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代表北京电视台 成龙影业公司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英皇星艺四家主办单位 向到场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以及媒体的朋友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感谢大家的光临 欢迎大家 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说龙春分而增天 秋分而前渊 那今天是2007年的4月7号 农历2月20 这正是一个龙飞凤舞的良辰吉日 是的 今天可以说是北京2007年春天的一场群英会 因为不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多家媒体的关注 而且更迎来了众多影视娱乐明星的鼎力助阵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界明星隆重登场 下面李向有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了 什么任务 代表我们大家来欢迎这些远到来的客人吧 好啊 没问题 现在呢 您看到我们舞台的右前方 是一座特意搭建的龙门 稍后呢 参加今天活动的明星 将从这里步入会场 好 首先要入场的是著名的动作影视演员吴岳 曾经在少年黄飞鸿 霍原甲 连成爵等电视剧中有上家的表现 我们掌声有请 旁边的一位呢 是我们的石小群 对 曾经在太平地市 还有非常好 两位小师的电视剧中有出色的表现 小群 好久不见今天好漂亮 你好 那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龙的传人的活动怎么样 什么样的心情 很开心 很有励志的一种感觉 励志的感觉 你呢 十分荣幸 而且我准备参赛 你准备参赛 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必胜的秘诀是什么 应该能拿冠军吧 真的啊 口气不小 我们祝贺你好不好 也欢迎你的参与 谢谢你们 谢谢 来休息一下 好 第二组入场的明星呢是著名的青年歌手阿朵 和著名的青年歌手熊汝林 有请 有请两位 熊汝林曾经一路破冠斩将获得过梦想中国总决赛的冠军 阿朵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 能歌善舞 在电视剧春夏秋冬当中担任女主角 哦 今天二位穿得好匹配哦 两个人的造型很特别耶 哈喽 阿朵 嗨 来 这边有请 怎么样 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龙的传人的活动 感觉如何 我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兴奋 那你呢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今天是来看偶像的 从小就是成龙大阁就是我偶像 我今天是来看偶像的 你不想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吗 顺道参加比赛 主要是来看偶像的 先看偶像再参加比赛 好了 谢谢两位 休息一下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紧接着要入场的是前著名运动员 奥运会冠军杨玲 有请 也曾经担任了2008年奥运会北京申办代表团的陈述人 同时大家看到的还有著名的运动员 前体操奥运冠军刘玄 而且在《我的美丽相丑》 《终极目标》等影视作品当中担任女主角 有请二位 欢迎两位 来 刘玄小玄子 你好 今天好漂亮哦 你好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龙的传人你觉得什么样的选手才能够胜出 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 要有敏捷的身手 敏捷的身手 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 在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能够容纳别人的一些意见也好 因为我觉得人总是在不断的进步 一定要多一些对于自己的建议的帮助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成长会更快 所以我觉得仁慈也是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你呢 我竟然 我想说的是竟然要成为这个龙的传人 那么相信他这种为人处事 那么相信一定要有这种大度 要大气 好 是一个全面 全方位的一个选择 好 谢谢两位 可以收拾一下 谢谢你们 谢谢 下面要出场的一组明星 是香港著名的武术指导李中志 他呢曾经担任过成龙影片 新警察故事和宝贝计划的武术设计 还有香港著名的动作明星 卢慧光 曾在最男二宝贝计划 等几十部动作影片当中 都有过出色的表现 有请二位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两位好 来这边有请 那龙的传人这个比赛呢 今天算是正式启动了 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到现场来当评委 或是来当嘉宾 来帮成龙大哥来选择一下 到底哪位最适合当我们龙的传人 到时有可能 有可能 那如果你来评判的话 你觉得标准是什么 标准就是拒绝要打的时候有戏 打的时候有戏 不然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打 对不对 所以在拍电影的时候不同 当你打的时候你要看那个基本 怎样打 怎样去看旁边有没有人 你要救的人啊 或什么 有没有想过 第一次做很紧张 很紧张 那这样好了 给一点时间想一想 待会再说好不好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休息一下 好 接下来要入场的是 著名国际导演何萍 曾经取导了双旗诊刀客 天皮英雄等作品 享誉海内外影视 还有著名的影视作品 深受观众的喜爱 同时大家还看到的是青年歌手 盛文琪 他曾经以异曲 《奏小强》展入头角 哈喽 欢迎三位 来和平导演有请 宁静 好 来来来 好 我们先问一下导演好了 如果我们选出这个龙的船人啊 的接班人 你有没有想过邀请他来参演你的影片 有可能啊 有可能拍武打片 我不知道还拍不拍武打片 如果拍的话嘛 我觉得 应该有机会吧 应该有机会啊 那听到你这句话 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来报名 参加我们龙的船人了 宁静呢 你觉得什么样的选手 才是真正的成龙的接班人 像他一样帅 我喜欢的那种 帅 刚才我们的嘉宾 从很多的这个方面来说 有的时候会功夫 然后有的时候机智 有一颗善良的心 你是一定要帅 对不对 然后你说的那些都要 好的 我们谢谢三位 谢谢你们收拾一下 谢谢 下面要出场的明星是 成龙大哥的同门师姐 香港著名影星 袁秋 和成龙大哥的同门师兄 香港著名影星 袁华 他们二位在影片公布当中的 精彩表现 深受观众的喜爱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来了很多 报名参加龙的传人的选手 你们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呢 有什么样的秘诀 可以在我们的比赛中取胜 那 让他们尽量花灰 有多少本事 就拿多少本事出来了 那您呢 也是要镇定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那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好 接下来要入场的是 著名的国际导演 唐继礼 他曾经指导过 超级警察 红番区 还有神话等影片 与成龙大哥 也有过多次的合作 同时还有青年演员 牛萌萌 曾经在 战争紫武线 五星饭店等 影视作品当中 有过上家表现 有请二位 有请 今天专门打着粉红色领带就来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龙的传人的这个启动仪式已经开始了 你跟成龙大哥应该是最熟的了 然后也合作过很多的影片 如果这次龙的传人的选拔的选手出来以后 有没有考虑请他们来拍电影 当然希望可以找他们合作了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 也成龙大哥搞这个活动 因为其实我们做导演 每一期开戏的核选 演员都很头痛 谢谢大家